娱乐圈有很多长得非常可爱的小童星,他们很小的时候就出道了,在童年的时候给我们带来不少的欢乐,刚出道的时候呢,蒙番众人,但是随着年龄的长大,很多小童星无论在颜值还是演技方面都有很大的变化。 像是如今还活跃在娱乐圈并且成为当红一线小话蛋的,就有杨子和关小童两个人,杨子近几年给观众奉献了非常多优秀的作品,并且演技被许多前辈所认可,不管是现代剧还是古装剧,杨子都能把角色拿捏得非常深入人心。 而关小童虽然也有不少经典的代表作,但自从和陆寒官宣恋情以来,外界关注更多的是她的感情动向,而且关小童的演技时好时坏,也演了不少口碑差的脑残剧,这让观众很难把注意力集中在她的演技上。 而越长越美并且演技越来越好的小童星,就不得不说到蒋依依了,因为长相甜美,所以很小的时候就出道了。 但是大家对她最初的印象应该是来自于《神雕侠侣》里面的小郭福,这个任性不讨喜的角色被蒋依依演绎的《灵婆生动》,和她搭对手戏的也是正值年少的小飞流吴磊,由于少年郭福和少年杨过的气氛比较多,而且两人俊男美女又正值青春年华,所以给观众的CP感非常强烈。 值得一提的是,在这部戏当中,才刚11岁的蒋依依就把银屏初吻,献给了吴磊。 虽然这一幕让许多观众惊呆了,不过作为专业的演员,这对于他们来说不算什么,两人也不会避嫌,因此这么多年来一直都是很好的朋友。 在吴磊作为常驻嘉宾的综艺节目《亲爱的客栈》中,也曾经邀请过蒋依依,两人在戏外同框还引起了不少热议。 在节目中吴磊也坦言,大家的关系都很好,因为是从小一起长大的,很有默契,不得不说这种青梅竹马的友谊也是十分可贵了。 作为童星出道的蒋依依,出演了很多作品,而且还是在不同年龄阶段拍摄的,但从蒋依依的出道成长史来看,蒋依依是少有的越长越美的小童星了,要越小的时候就能看出长大是个美人胚子, 因此粉丝们都强烈要求,蒋依依不能去整容,保持这种纯真的天然美,而蒋依依也不负众望的出落成一个大美人。 三千压沙当中,蒋依依一曲梅花舞实在令人惊艳,这段舞蹈称得上倾国清晨一夜万年啊。 带着爸爸去留学,里面对着演技成熟的新子雷,蒋依依也没有怯场的表现,反而演出了自己的风格。 哪吒降妖记,蒋依依首次反串出演哪吒,虽然剧情很雷,而且浮化到都令人难以直视, 但蒋依依这样的角色呢,却给人眼前一亮的感觉。 虽然剧组极力做更多贴近男性的造型,但由于蒋依依年纪太小,而且又是个甜甜的妹子, 演出男性哪吒的味道是不可能的,但顺在少年感十足,也不至于让观众调戏。 蒋依依不仅仍长得漂亮,而且对待工作非常敬业,特别能吃苦耐挠。 就算是在拍戏的过程中受伤了,也不会耽误剧组拍摄。 小小年纪就有如此敬业的态度,让那些稍微磕磕碰碰,就上热搜的明星情何以堪呢? 虽然现在的她也才只有十几岁,但她的作品已经数不胜数了,如今还考进了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学习,演技肯定有了更好的提升,未来的潜力还会更大。 我们也期待蒋依依带来更多优秀的作品吧。 我们也期待会更多优秀的作品。